德國薩克森巴文化大臣 德勒斯登王宮的綠球珍寶館被盜 損失達10億歐元 據報 暴賊事先截斷博物館的宮殿 導致報警器失靈 偷走多件價值連城的藝術品 實且珍寶包括一座18世紀的印度皇家雕塑 和一套西元1701年的黃金咖啡餐具 損失高達11億美元 德勒斯登王宮是薩克森國王的宮殿 綠球珍寶館是其中的一座博物館 也是歐洲最大的珍寶館 建於西元1723年 幸運的是館內最著名的寶藏之一 41克拉德勒斯登綠色鑽石 因為租借給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多過一截 薩克森邦內政部長羅蘭沃勒表示 目前警察和法醫人員正在現場調查 綠球珍寶館的寶藏在二戰中倖存下來 被蘇聯作為戰利品運走 1958年歸還 目前博物館已經閉館 2個月 匠長羅蘭沃勒斯登綠色鑽石 存在神獲智中 聖社交通